她可以温柔似水,成为韩剧里的一股清流 她也可以性感撩人,成为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尽管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但是在长相和气质方面,她永远都是无可挑剔的 孙玉珍不仅有着纯形少女的含蓄,还有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作为韩国清玉戏女神的代表 她与生俱来的美,总是令无数人倾倒 虽说没有女人能与岁月抗衡 但是时间只是让她的气质变得更优雅 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容貌 孙玉珍的出现让开店表紧紧看到 原来还有另一种超越了凡是定义的美 孙玉珍的显女哭让我改变了审美的标准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大眼睛 哭起来瞬间把人的心都给融化了 人们常说,长得漂亮的女演员很容易成为花瓶 但恰好相反,她在演艺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演技好的女星为她漂亮 长得美女女星为她演技好 出道20年,孙玉珍已经斩获多次 韩国三大电影节 青龙将大中将白想艺术大展的最佳女主角 是名副其实的大王冠影后 无论你是被她的外表吸引 还是被她的气质所折服 相信当你真正了解孙玉珍之后 你会清楚地感知 性感从来不是她唯一的武器 肉嘟嘟的脸明亮的大眼睛 小时候的孙玉珍简直就是漂亮版的樱桃小丸子 由于父母的观念比较传统 所以从小对她惯交非常严厉 遇见长辈要有礼貌 不准穿太过于暴露的裙子和衣服 每天必须九点之前回家 但涂离涂窃的造型和妆容 并没有遮盖掉她本来的气质 1999年,18岁的孙玉珍考进了汉城艺术大学的电影戏 与孙慧桥、权志贤及喜善等这些性感女性的不同 孙玉珍并没有以当模特的方式称名 而是在大学期间 她和其他同学一样 开始在韩国三大电视台的电视剧里 客上一些小角色 自此踏入演艺圈 孙玉珍对于演戏非常认真 2000年 凭借着奇幻选一篇秘密 受刺触点大荧幕 虽然影片靠北部家 但是观众都记住了 这个长相甜美的配角 不过当时她除了清纯和漂亮 一无所有 次年孙玉珍又参演了爱情剧《善机与真机》 她扮演性格活泼开朗 带人坦诚的深善机 深得观众的喜爱 凭借该剧《气开得胜》 获得了MBC《艳机大赏》新人女艳演员奖 其实那个时候的孙玉珍 有点出声牛肚不怕呼 表演算不上出色 但丝毫不做作 可能正因为这种自然的演技 让她十分讨人喜欢 紧接着2002年的传记电影《最华新》 孙玉珍受赐担任主演 影片获得第55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哭戏对于一个女演员 是一道必须攻克的难题 既要控制后 泪电将情绪表达出来 又要哭得不那么难看 附和一定的审美 没想到这对孙玉珍来讲 就是一件受到擒来的事情 还记得再假如爱有天毅力 那一场下雨天成散的场景吗 孙玉珍哭得太有感染力了 打动了无数屏幕前 对爱情向往的观众 因此她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 和电影大中奖的最佳新人女演员将 衡量一位演员是否成功 除了拿奖之外 还有一项英雄标准票房 2004年 孙玉珍选择保守的事业路线 再次接演了一部爱情电影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熟悉的配方 依旧是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唯一跟假如爱有天毅不同的是 孙玉珍饰演的是一位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失忆症的人妻 多了几分可爱 电影上映后 本土观影人次突破200万 并在日本创下了 韩国电影将最高的票房记录 第二年继续稳扎稳大 孙玉珍凭借外出 首次入围青龙电影将最佳女主角 而票房也再创新高 直接打破了《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创下的记录 名利双收 无疑是孙玉珍住战时期最真实的写招 不仅以美籍高达2500万韩元的片充 成为当时韩剧片充最高的女演员 而且凭借《恋爱时代》里的角色 展望了百想艺术大声 电视剧俱佳女主角角 扭着漂亮的外表固然重要 但是真才实料的演技 才是演员立足演艺权的保证 之前孙玉珍接演的角色 除了风格相似之外 绝大多数都是情纯郁郁 所以她一直想要尝试 拜托纯情的标签 成为一名真正的女演员 于是在《白夜行》这部电影里 孙玉珍选择颠覆遗忘的荧幕形象 上演了大尺度的戏码 她实演的是一位双美人妻 一边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另一边为爱受尽折磨 这样那些复杂的角色 是分符合孙玉珍的形象 在她柔弱的外表下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孙玉珍实演的刘美浩 不断变换那诱人的同体 而她名毛则游离荒乱 表情却是痛苦而无助 在这之后 孙玉珍也成为了真正的票房女王 摩天牢海盗得惠王主等 几乎每部电影的票房 都突破了五百万人次 不仅如此 仅凭海盗中的女海盗形象 孙玉珍连续拿下白线和大中 两个电影奖项的最佳女主角 实现了个人影后大满观 然而影后也会有焦虑 在爆火后她只拍了三部电影 也拿了不少将 但在票房上出现了滑坡 虽然孙玉珍在表演的道路上 一直在突破自我 但是在演员这个行业 年龄对女性很刻薄 不管做什么事 年轻就是资本 她可以允许你犯错和失败 但是过了三十岁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去控制 比如铁重 容貌 身材 那么万一能够帮自己保鲜的方法 那就是接受现实 并走向成熟 其实除了整容之外 努力是最简单 最直接拉近自己和女神之间 距离的方式 然而当导演安判夕 将剧本拿到孙玉珍的面前时 她出现了片刻的犹豫 她不知道是否能够接受 自己早已变成了 一位都市大龄未婚女性的事实 最终孙玉珍接下了剧本 和徐俊熙上演了一段姐弟恋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无论是剧中的演员 还是故事的走向 都打破了以往韩剧中 姐弟恋不切实际的套路 这里面不仅涉及到 单纯的恋爱观 还有许多被广泛关注的 社会话题 比如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压力 老一位和年轻一代人的隔阂 以及大龄女性的自我选择 当然这个故事一半的吸引力 还是来自孙玉珍和丁海燕的爱情性 从中我们不妨碍心存一份向往 对爱情产生一份期待 小心翼翼地窥探任何美好的可能性 于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火了 孙玉珍又再度走红 时间飞逝 如今40岁的孙玉珍嫁给了爱情 依旧还是最美的样子 39的热播可能被与选别婚礼的 世纪话题掩盖 但无法组织 孙玉珍借这部剧 为30岁以上的女性的新生 而且细节充满惊喜 让人笑容带泪 相信有很多人会好奇 未来的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是继续活跃在荧幕上 做观众心中的性感女神 还是隐退结婚 安静在家中享福教资 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来回答 不过唯一可以预见的是 这个如钻石般遥远的女人 才不会那么容易被淘汰 呢 我们下期再见